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大家好,我是蔡舒腾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叫做The Gene 直译过来就叫基因 副标题是一段隐秘的历史 这本书呢,是美国亚马逊2016年20家好书之一 也是比尔盖茨16年最为推荐的五本书之一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该书的作者叫西达多·穆克吉 是一名印度裔的美国医生、科学家和作家 之前他出版的《重病之王癌症传》 被公认为癌症方面最佳的科普书籍 穆克吉的书有两大特点 第一,他的文笔深入浅出 能够把复杂的科学试验和结论 用外行都能听得懂的方式娓娓道来 并且不感觉到枯燥 第二,他的书饱含人文主义色彩 字里行间透出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 和微弱个体的关怀 这就使得他的作品 比其他科普类读物境界更高 能够给到读者更为深刻的启发 具体到《基因》这本书呢 除了刚才说的两个优点 它还具有两大现实意义 一是媒体现在经常在热议 转基因食品和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一书能够使我们 对这些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有所了解 以便更加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些热门问题 二是我们现在都非常关注 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不少人十分担忧 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基因》一书能够在这个方面 给我们一些启发 《基因》这本书呢 其实讲述了有关基因的两种历史 一种是发现的历史 一种则是对这些发现的运用 及滥用的历史 今天我打算首先谈谈基因的发现史 然后聊一聊基因这一概念被滥用的历史 再然后说一说 人类在基因技术上所做出的自我约束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 曼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基因 以及DNA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但是我们应该不了解 从基因的发现到确认它的化学基础是DNA 凝聚了四代科学家的辛劳与智慧 故事要从达尔文说起 他在1859年写出了著名的物种起源 从宏观上探讨物种的进化机制 但是达尔文深知 自己的理论大厦缺了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 那就是遗传问题 达尔文后半辈子 绞尽脑汁也没法构造出一套合理的遗传学说 为此他老人家深感困扰 有趣的地方在于呢 其实达尔文闷寐以求的答案 就藏在他自己私人图书馆的一本杂志里头 在一本1866年出版的几乎无人问津的杂志里 有一篇叫做植物杂交试验的不起眼的论文 论文的作者呢 是一名来自杰克的无名小卒 达尔文其实翻过这本杂志 而且在50页 51页 53页 以及54页 都做了笔记 偏偏错过了论文所在的第52页 假如达尔文仔细地读了这篇论文 以他的天赋啊 一定会立即领会论文的真谛 并且使得这篇论文广为天下之 可惜 这次擦肩而过 使得论文的作者 格雷格尔 约翰 孟德尔 这位被后世称为 遗传学之父的天才 被埋没了将近半个世纪 孟德尔是杰克的一所修道院的神父 但他对神的兴趣似乎不大 反而从小就对原意深感兴趣 他从1856年开始种植豌豆 并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杏状和树木 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 技术和分析 经过八年的辛苦耕耘 孟德尔记录了大量的数据 包括两万八千颗植株 四万朵花 以及四十万颗豌豆 从中发现了基因的遗传分离规律 和自由组合规律 简单来说 就是从统计学的角度 论证了基因的存在和主要的特征 孟德尔把自己的论文 复印了四十份 寄给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科学家 结果石沉大海 可能是因为 孟德尔的思想太超前了 可能是他的实验对象 豌豆看起来太不起眼了 也可能是当时的邮政太落后了 总之 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 生物学历史上最奇怪的集体沉没 直到一九零零年 孟德尔的洞见才终于被主流科学家重新挖掘出来 而此时距离孟德尔发现基因已经有三十五年 离他去世也已经有十六年了 在孟德尔之后 对基因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亨特·摩根 在摩根之前 基因对于人类来说 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存在 但它究竟是怎样一种物质 没有人说的明白 摩根以果蠅作为研究对象 试图搞清楚基因的物质基础 从一九零五年开始 摩根就在他实验室里扬起了果蠅 假如你当时走入他的实验室 估计每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摩根的实验室里四处都是奶瓶 瓶子里塞满了腐烂的水果 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恶臭 水果上附着了几千只蛆虫 就是果蝇的幼虫 还有不少果蝇逃了出来 围着摩根的桌子 嗡嗡嗡地飞 不过摩根和他的学生们 终年就待在这间苍蝇房里 研究果蝇的特征 摩根重点研究的是果蝇的突变 他搜集到了几十种发生突变的果蝇 然后拿这些异类去和正常的果蝇交配 进而跟踪这些变异信息的遗传规律 他最重要的发现是 一些果蝇的特征 貌似一直与另外一些特征同时出现 比如白眼的果蝇 无论杂交多少代都是雄性的 这就意味着 某些基因在物理上 是与另外一些基因锁定在一起的 就像两颗珠子如果穿在一根绳子上 那么无论这两颗珠子与其他珠串怎么混合 这两珠子始终是在一起的 因此摩根得出结论 基因不是独自旅行的 而是喜欢跟团游 摩根也证明了 基因不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东西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 有着固定的位置和固定的形式 在此之后 摩根和他的学生们通过研究果蝇 还发现了基因的交换现象 并且借此发展出了最早的基因测序技术 从1905年到1925年 摩根所在的这间苍蝇屋 成为了全世界遗传学研究的灯塔 摩根本人 摩根的学生 摩根的学生的学生 甚至摩根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一连串的人 后来都成为了诺贝尔奖的得主 摩根的果蝇屋 在遗传学上的地位 也仅次于曼德尔的豌豆田 好了 继续讲回基因的发现史 我们都知道 在自然界里 遗传信息一般都是纵向传播的 就是从父母遗传给小孩 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 遗传信息也是可以发生 横向交换的 想象有这么一对男女 男的是蓝眼珠 女的是褐眼珠 两人在某天网上 进行了一次愉快的约会 在一起享受了生命的大和谐 第二天起床发现 男生的眼珠变成了褐色 女生的眼珠变成了蓝色 这当然只是一种想象 人类和哺乳动物 不具备这种能力 但是自然界里 确实有一些细菌 具有这种基因横向交换的能力 英国的细菌学家弗雷德里克克里菲斯 在20年代通过研究 练球菌发现了基因的横向交换现象 练球菌有两种 一种的细胞壁非常光滑 可以轻松地穿过动物的免疫系统 杀死动物 另外一种的细胞壁非常粗糙 比较容易被动物的免疫系统抵挡住 假如往老鼠的体内注射光滑的链球菌 老鼠会迅速地挂掉 但如果注射了粗糙的链球菌 则老鼠会安然无恙 格里菲斯又把这些死掉的光滑板链球菌 和活蹦乱跳的粗糙板链球菌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注入到老鼠体内 结果老鼠迅速挂掉了 格里菲斯从老鼠体内检测到了 活着的光滑板链球菌 这是怎么回事 最开始 格里菲斯以为是那些活着的 也就是粗糙板的链球菌 钻入死掉的光滑板链球菌的细胞内 披上了对方的丝绸外套 摇身一变成了光滑板的链球菌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由于这些粗糙板的细菌 没有改变自己的基因 那么他们的后代正常来说还是粗糙的 然而实验的结果是 这些链球菌的后代长出的 却是光滑的细胞壁 所以唯一的解释是 那些活着的粗糙板的链球菌 找到了散落在溶液里的光滑板的链球菌的 基因片段 把它与自己的基因组合到了一起 由此具备了制造光滑细胞壁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基因的横向交换 格里菲斯这个蛮有趣的实验发现的重要事实是 基因肯定是一种化学物质 而且这种物质可以在细胞之外存在 那既然基因是化学物质 它是哪种化学物质呢 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菌学家 奥斯瓦德·埃弗里 于1933年听说了格里菲斯的链球菌实验 几年之后 埃弗里的团队开始筛选细菌浓缩液 想尽办法将各种化学物质分离开来 然后利用链球菌实验的原理 测试每种化学物质 在传递遗传信息方面的能力 当时的科学界已经知道 基因存在于染色体里头 而染色体是由蛋白质与核酸构成 核酸又分为DNA和RNA两种 那时候的科学家普遍认为 蛋白质最有可能是基因的携带者 RNA其次 DNA的可能性最低 埃弗里的团队没有先入为主 他们首先去除了细菌的细胞壁 发现链球菌依然能够发生基因的横向交换 他们又尝试了多种手段 比如用乙醇溶解了脂类 用三氯甲烷破坏了蛋白质 用各种酶将蛋白质消化掉 通过加热液体或加入酸性物质的方式 溶解了蛋白质 结果发现在这些情况下 基因依然可以发生交换 也就是说糖 脂肪 蛋白质 RNA都被排除了携带基因的可能 那也就剩下DNA了 埃弗里采用了一种可以分解DNA的酶 这一次 基因的交换作用停下来了 元凶终于找到了 埃弗里的团队还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们又采用了紫外线 化学分析 电容法等十八般武器 结果每一种情况下 答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DNA 1944年 埃弗里发表了关于DNA的论文 揭示了DNA 就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唯一物质这一重要事实 概括一下 从发现基因到锁定其物质基础 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首先是曼德尔通过豌豆实验 从统计学上确认了基因的存在 然后是摩根通过果蝇实验 确认了基因是一种物质 紧接着是格里菲斯 通过链球菌实验 确认了基因是一种化学物质 最后则是埃弗里 通过排除法确定了 DNA是遗传物质的唯一携带者 OK 说完了基因的发现史 该讲讲它的滥用史了 接下来我打算跟大家说两段黑历史 一段关于美国 一段关于德国 第一段你可能完全不了解 第二段你可能知道结果 但不了解过程 且听我慢慢道来 1904年 达尔文的表兄弗兰西斯高尔顿 一个比较喜欢划重取宠的人类学家 基于基因的概念 提出了一套优身学理论 提倡社会压力因介入婚姻 选择出那些健康的 强壮的基因进行繁衍 五年之后呢 高尔顿设设立了一本杂志 既鼓吹选择性的声誉 也开始鼓吹选择性的绝誉 并且致力于把优身学变为一种国家宗教 这个苗头就开始有些不对了 1911年 那时候高尔顿已经去世了 他的一位同事扭曲了曼德尔的理论 用来支持优身学 虽然从最开始啊 具有科学家反对高尔顿的优身学 但是这一理论呢 迎合了二十世纪初欧美社会的需求 一方面 当时欧洲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断的上升 传统上层社会感受到了焦虑和威胁 另一方面 大量的移民涌入美国 纽约和芝加哥有40%都是移民 有点像今天大量的伊斯兰难民涌入欧洲 当时种族焦虑充斥着美国 因此呢 优身学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 不断的发展壮大 1912年 第一届国际优身学大会在伦敦召开 有12个国家的杰出人物参加 包括丘吉尔 贝尔弗勋爵 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略特等等 这次会议中 两个国家的代表团所做的演讲最引人注目 一个呢是德国代表团 演讲的主题是种族卫生学 其实啊就是种族的强制性绝育 另一个是美国 演讲的主题是美国轰轰烈烈的优身学实践 你可能会以为德国是最激进的 但其实啊 当时美国才是那个急先锋 德国还在纸上谈兵时 美国就已经将优身学变为国家层面的运动 在美国举起优身学大旗的 是动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 在他的推动下 美国专设了一个委员会 和筹备建立一批监禁中心 计划对一大批所谓低劣基因的携带者 比如癫痫患者 犯罪分子 荣雅人 低能儿 诸如症 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患者 实施绝育 达文波特的门徒 布里科万在优身学大会上表示 总人口中 大概有10%是低劣基因的携带者 他们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 在美国有8个州制定法律 允许强制性绝育 实际上呢 已经实施了几千个绝育手术 比如有一个叫埃玛的寡妇 她和女儿住在贫民窟 依靠别人捐赠的食物和打打零工 维持基本的生活 1920年 警察以卖淫为由 抓捕了埃玛 并且对她进行了精神测试 埃玛被认定为智商偏低 随后被抓进了维吉尼亚州 癫痫病和低能儿监禁中心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绝育中心 其实当时美国法律 对于智障低能的规定 是非常模糊的 像卖淫女 孤儿 抑郁症患者 阅读困难症患者 叛逆青少年等等 任何不在当时所谓的 正常规范内的人 都能被塞到这个箩筐里 政府把这些人关起来 以免他们污染到其他人 或者生出下一代 被关进监禁中心的人 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 埃玛的后半辈子 就是在这个监禁中心里度过的 更可怜的是 埃玛的女儿卡里 当她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她的校方报告说 卡里的举止和学习都非常好 母亲被抓走之后 卡里的生活一落千丈 她被送去给人抚养 结果被养父的堂兄强奸 并且怀孕了 为了掩盖事实 卡里的养父母把她送到市政法院 正是这个法院 把她的母亲遣送到了监禁中心 养父母的计划 使污蔑卡里为低能儿 编造关于她的谎言 说她经常情绪失控 产生幻觉 而且随便与人发生性关系 这个法院的法官 是这对无良夫妇的朋友 自然认可了这个论断 1924年 卡里也被带到了 她母亲所在的监禁中心 在路途中间 卡里生下了一个女儿 威威安 当局强制性地拆散了母女 将威威安 交给了其他人抚养 就在抵达监禁中心的那一天 中心对她又进行了一轮常规测试 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病的迹象 然而 她还是被盖上了 中等程度低能儿的标签 收监了 随后 监禁中心计划对卡里实施绝育 主导该事件的阿尔伯特普里医生 是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 她希望强制绝育能够得到联邦法律的支持 这样就能将这一运动推广到全国 1927年 在她的怂恿和推动下 卡里的案子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 有八名同意对卡里实施绝育 同年 卡里被残忍地施行了绝育手术 这十句里曼德尔写出关于豌豆的论文 仅仅才过了62年 基因就已经从一个抽象的概念 变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强大工具 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德国 20世纪上半叶 优生学在德国渐渐成为燎原之火 最后演变成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赤裸裸的屠杀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呢 20年代 希特勒在监狱里读到了种族卫生学 立即对他着了迷 他相信低劣的基因正在慢慢的毒害德国 阻碍了强大的德国的崛起 30年代希特勒上台之后 他开始有机会实践这些理念 1933年 希特勒颁布了绝育法 该法案规定 任何患有遗传疾病的人 比如智障 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癫症 聋哑人等等 都可以被施强制绝育 这其实就是煽在了当时美国的做法 纳粹还拍摄了一系列的电影 宣扬这种种族进化的观念 1934年 每个月有接近5000个德国人被实施了强制绝育 当时的美国优生主义者对此鼓掌道贺 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 绝育法很快就扩展到了德国的政治意见分子 作家以及记者 1935年 纳粹出台的新法律 禁止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通婚 希特勒开始对于绝育感到不耐烦了 他希望采取更迅速的手段淘汰低劣的基因 但是由于对舆论有所顾虑 希特勒一直下不了手 等了四年 希特勒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一对纳粹夫妇主动请求希特勒 对自己11个月大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因为这个婴儿天生是瞎的 还有一对畸形的四肢 这对狂热的纳粹夫妇 不希望他们的小孩污染了德意志的优秀基因 希特勒抓住机会 不仅同意这对变态夫妇杀死自己的亲生小孩 还将该措施扩展到了其他小孩 纳粹大力宣扬 赐品的生活不值得活 开始批量处死三岁以下的残疾儿童 到了当年的9月份 屠杀扩展到了青少年 犹太小孩首当其冲成为了被屠杀的对象 10月份屠杀扩展到了成年人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600万犹太人 20万吉普赛人 几百万的苏联人和波兰人 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 知识分子 作家 艺术家 政治意见分子 死在了希特勒的屠刀之下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也值得一提 那就是苏联 苏联走的道路 与纳粹表面上完全相反 纳粹认为 基因决定了人 必须清除低劣的基因 保留优秀的基因 加速人种的进化 苏联则完全否认了基因的存在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要清洗的是大脑 而不是基因 这方面以迫害了无数科学家的 苏联农学家 李森科为代表 其实呢 美国的优生学和德国的纳粹主义 对于曼德尔遗传学的理解 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自然条件下 没有什么基因是绝对优秀 或者低劣的 只有适应环境与否 环境一发生变化 所谓不好的基因 可能就会成为最佳的基因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而优生学和纳粹主义 都是认定存在绝对优秀的基因 试图消灭基因的多样性 更重要的一点是 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李森科主义 都是利用基因和遗传的话语 建立一个关于人的身份的概念 进而服务于政治议程 在这两个国家里 科学都被扭曲了 被用于服务政治 杀戮百姓 国家的权力大大增强了 通过上面的故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新的学术概念与技术 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 那么人类是不是就只能听之认知了 听完下面这段历史之后 我们也许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不会过于悲观了 在20世纪的70年代 科学家们已经有能力 将一种病毒和一种细菌的基因拼接起来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物 也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基因重组技术 一部分科学家对此开始感到担忧 如果某些无良的科学家 将某种致癌的基因 和某种感染性较强的病毒相结合 那可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科学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会议 埃斯罗马大会 这次大会于1975年召开 云集了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生物领域的专家 组织者是五名生物学家 以创造出了第一个重组DNA的著名生物学家 保罗伯格为首 会议同时还邀请了律师、记者、作家参与 伯格做了大会的开场发言 他说生物化学家近来发现了一种 相对简单易得的技术 可以混合与配对不同有机物的基因 产生重组DNA 这种重组DNA呢 能够借助细菌的繁殖 在短时间内产生几百万的复制品 但是这项技术有着潜在的巨大风险 建议科学界暂停相关实验 这个开场白就像一勺子油 拖到火苗上 支持派和反对派 立即争论了起来 反对暂停实验的人说 老子研究这个东西已经大半辈子了 凭什么你说停就停啊 我安全措施做好了不就行了 再说了 这项技术一旦研究成熟 那可是能够造福全人类的 双方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争论愈演愈烈 有些科学家受不了了 干脆跑到会场外的沙滩上 抽起了大麻 看着这一场景啊 组织会议的几名科学家直摇头 唉 看来这次大会最终将会不欢而散 落得个一地鸡毛了 到了大会结束前一天的网上 科学家们还是争不出个所以然 这时候有五名律师出来发言了 律师们说 各位先别吵了 听我们说两句 大家想象一下 假如不采取任何约束措施 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 假如全美国某个实验室的某个人 感染了虫组的微生物 即使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很轻微 他所在的实验室以及实验室所在的机构 还是要负上法律责任 也许整个学院会被关闭 整个实验室会被无限期的封闭 不仅如此啊 公众对于感染事件一定会感到很恐惧 迫使联邦政府对大量的生物学实验 实施禁令 不仅包括DNA重组实验 其他许多无关的实验都会被牵连 这可比科学家自己能够做出的自我约束 要严厉的多了 律师的这段发言啊 起到了生气的效果 会场上的争论逐渐停歇下来 大家开始希望达成某种共识 可以说 律师们的发言是整个大会的转折点 当天网上 伯格和他的四位同事 一边吃着中国外卖 一边熬夜草拟了一个计划 到了凌晨五点半 他们终于写好了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宗旨是通过科学家的自我约束 降低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 文件按照生物危害的潜力 将各类实验进行了分类 比如将导致癌症的基因注射进能够感染人类的病毒 这种就属于最应该被禁止的实验 而把青蛙的基因注射到细菌的细胞 则属于风险较小 可以被接受的实验 早上八点半时 伯格向参会者宣读了文件 然后大家进行民主投票 在结果出来之前 伯格等人一直忐忑不安 非常担心文件会被否定 出人意料的是 投票的结果几乎是全票通过 埃斯罗马大会之所以很特别 是因为这是科学史上 科学家们第一次对自己做出了约束 通常来讲呢 科学家的使命是发现真理 而对于真理会把我们带到何处 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基因重组是一项非常特别的技术 对待这种特别的技术 需要科学家有特别的警惕 另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 也让科学家们认识到 不能给予政治力量 全面介入科学研究的机会 科学家们如果不进行自我管理 那就相当于把实验的控制权 授予了肆意妄为的监管者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三个知识要点吧 第一 基因的发现过程呢 凝聚了四代科学家的辛劳与智慧 第二 基因的概念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遭到误解和滥用 间接导致了美国的强制决育运动和德国的种族清洗 第三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 科学家在埃斯罗马大会上达成了协议 通过自我约束 降低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 为后世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OK 基因这本书就介绍到这里 当然了 这本厚达六百多页的著作啊 远不止这三个故事 我今天的介绍只能让你初步领略该书的魅力 建议英文基础较好的听友还是购置原书通读 如果你对我的讲述感兴趣 还想听点别的最新原版书的话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 好了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就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